高雄知名美食賣場顧客之間爆發了激烈口角 有一對夫妻抱著小朋友在電梯裡頭 希望有人可以協助按電梯樓層 當下引發了阿貝不滿 他說你有求於人,態度怎麼還這麼差 當場就回嗆引爆了衝突 店員到現場調解,雙方情緒還是很激動 還一度驚動警方到現場 賣場內一批混亂,頭戴牙神帽女子 情緒很激動,連警方到場都差點 拉不住 手不頓筆劃氣到不行 一旁黑衣男也加入跑手 全力死後火氣都很大 遠景分三路,進行協調 講得也很無奈 事發正28號中午 這名67歲零星男子來到高雄知名美食賣場 當時這對夫妻抱著孩子 希望有人能夠協助按電梯樓層 帶口氣卻讓靈性男子相當不滿 當場指證才會引發衝突 沒想到這一場 賣場電源也勸不了才會叫警察 警方到場了解糾紛原因 方方表示不需警方處理 亦不提出告訴 真的是要保持理性 畢竟出門人一多,容易有摩擦 免不了有糾紛 不過當下要是不能好好說 恐怕影響出門才滿興致 記者高雄總檔 producto那些人 不放鬆